口罩 好 來 各位師兄師姐 大家好 我現在要分享的是一件 就是在109年 媽媽在 她本來就是在養老院 但結果她就是有一天 剛好因為我在高雄上班 接到弟弟的電話說 趕快回來 媽媽有狀況 那女兒也一直電話一直吹 快點 快點 她媽媽撐不過兩個小時 結果趕快坐高鐵回去 回去的時候 當下我看到的時候 媽媽是昏迷的狀況 那只看到 我不懂什麼叫長生學 我只看到弟弟 用一隻手就是放在她的頭頂上 另外一隻就是在心道那邊 那我問弟媳 她就告訴我說 醫生判定說 最多兩個小時 她撐不過去 結果弟弟就告訴我一句話說 現在只能使馬當成鋪馬魚 只能獻血啊 這樣子 結果呢 就是在她昏迷當中 弟弟一直不放棄 我看到就是她的那個魚氣 心跳還有血壓都不平穩 非常非常的不平穩 有時候還會呈現一條線 所以我當時也很擔心 但是後來還是救回來了 就是被弟弟用這個方法 把她救回來了 我真的很感激 現在站在這邊 我很感激 萬分萬分的感激 長生學這個工夫 因為當時弟弟有問我 把媽媽救回來之後 弟弟問我說 二姐你要不要學 如果你高雄回來 休息放假回來 你可以幫忙幫忙她調整 我當然很願意 所以呢 我也就在這學習當中 也是看到很多的師姐 他們大家都很厲害 而且我也不放棄 我也希望說 一層一層的可以爬上去 一層一層的可以 就是在即時當中可以伸出援手 因為我一個妹妹 她就是因為沒有認識 我們都不認識這個長生學 她造成了遺憾 讓我們無法挽救回來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遺憾的事情 但是也讓我遇到媽媽的這個事情 讓我們好像又有這個不放棄的心事 所以我也在這裡也希望這些大家 這些師兄師姐大家 都可以伸出你們的雙手 大家都一起來做這個 讓這個長生學這個正門工夫 能夠越來越棒 能夠越來越好 謝謝 謝謝 這是一個心事 請你站著 刮性 不動 攪kommen 谢谢大家